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顆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B組號稱今屆死亡之組 是巴塞呼風喚雨的 阿根廷球王 美斯 在國家隊好像硬是差跌 格仔兵團 克萊地亞 球衣有點像騎士 不知道可不可以一馬當先呢 來呀你呀 有超霸英的外號 沉寂了一排 今屆不知道會不會飛得起 還有歐國杯冰島 帶來最大的驚喜 會不會有誰的強隊因他而死呢 我是升級移民顧問MJ 來到第四集的世界杯特輯 終於到小弟的愛隊出場了 登登登登 就是阿根廷了 身處D組的阿根廷 面對的有 我最痛恨的MJ 有MJ的愛隊冰島 有MJ最喜歡幫人搞移民的地方 克萊地亞 有MJ 最重要的還有什麼 還有MJ夢想老婆的歌席 尼日利亞 今集跟大家一一分析一下 我是網絡新華者阿溫 到我說了 世界杯D組 有我最喜歡的 又是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球王美詩 有阿根廷 有格仔兵團 我很欣賞 克萊地亞 有一個名字 很冰冷 但有熱情如火的冰島 還有非洲超霸英 是你 好了 我們三個各自講完了 我們要開球了 我是最帥仔的 北騎 好 歡迎回來這次的網絡 生還者 大家好 又是我們的世界杯特輯 世界杯特輯已經做了三節 A組 B組 C組講完 今次講D組 終於有我們三個人齊人 我們齊腳開球了 三個人最適合 不是鬥地主嗎 不是的 踢球都OK的 三個人怎樣踢球 兩個人就在這裡 一個攻一個防守 一個就手露門 OK 你是做阿根廷嗎 都OK 我剛才還沒聽過 潮力美女美G 傻傻的 三個人廣播是OK的 我們之前做的分組 都有點強弱懸賊 今屆死亡之組 就是落在今天講的組別 就是D組 比較實力會是相對 奇古相當 接近一點 其實都沒有死亡之組 這屆真的沒有死亡之組 也有人這麼說 沒有傳統上的死亡之組 但如果你真的這樣看 這個組別 算是最有原念 最難去說哪一隊 是穩盡出線 譬如我們先講今天的主角 阿根廷 不認識球的人都會認識美斯 到底這隊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其實由80年代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八旗會質疑我 質疑我是否喜歡阿根廷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世界盃 印象很深刻 就是無線直播的 86年世界盃 阿根廷 你們還沒出生 我還沒投過 上一輩子還沒死 彩色嗎 彩色的 但當時的直播是有廣告的 即是在直播期間會有廣告的 我記得我第一場看的是 阿根廷對西德的決賽 你沒看英格蘭嗎 沒看 那時候沒看 那時候幾歲 就算沒看世界盃的朋友 都會記得那個畫面 就是86年世界盃 剛才阿倫說的 就是馬洛多娜的上特之手 和一個扭20個英格蘭球員的經典入球 有10個在場邊還沒出來 不是 他將一個人扭過了幾次 一個扭20個 這兩個經典入球 好像都是在四強 對英格蘭的時候產生 八強 對英格蘭的時候產生 這場是很經典的 當時很傳奇 86年的時候 馬洛多娜的 這麼肥也會踢球 其實他對西德這場也是經典 和拉又有球進 這場球好像是3比2 3比2 我記得由當刻開始 喜歡阿根廷 直至都 這幾年阿根廷就被人改了名字 叫做阿君廷 就幾年 射拿阿君 連續的世界盃也好 或者美洲盃也好 都是阿君 那阿君也不頑 但眾人的焦點都只會落在冠軍身上 因為阿根廷來說 是馬洛多娜之後最好球的美斯 其實每個人都期望他 怎樣都拿回世界盃 現在是球王 現在就是 18年的世界盃 現在美斯之外 有什麼人值得大家留意 其實阿根廷真的多 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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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入選 其實應該要這樣說 阿根廷來說 他的前鋒 或者好的前鋒 已經有大堆 亞古路 美斯、亞古路 希古欣 或者新少少的 大巴拿 大巴拿 或者國際米蘭 阿爾卡迪 其實都是 絕對是有級數的 我以下說這幾個 但問題是他怎樣去用 因為其實阿根廷帶外圍賽 差點跟外對意大利一樣 他欣修回去 對 差點 差點 阿根廷 我還記得他去到尾聲 當時我們自己的群組裡也有說 阿根廷會不會出局 因為他最後一場 他好像 其實他最後一場 他也是贏不了 他是打和秘魯 但其他隊伍失分 令到他有一個機會 就是只要最後一場贏 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現象走出來 就是剛才我們在數 不知道有多少個勁前鋒 很厲害 其實這群前鋒 只有美斯一個發揮 整個外圍賽的過程 例如希古欣 在意甲 整個外圍賽 有一球 即是很多球星 阿古老就直接消失了 在國家隊的表現 都不像在球會那麼厲害 其實近幾年都是這樣 阿根廷很特別 我想他由一零年 世界盃開始 他已經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好前鋒 慢慢湧現出來 但沒有一個 是真的在大賽打得好的 除了美斯之外 美斯跟球會還有一些距離 雖然算是比較好 我想說前鋒的組合 剛才說的 意大利前鋒 波羅·戴巴拿 意大利聯賽的前鋒 英超的前鋒 阿古老 西班牙的聯賽的美斯 上一次有這個組合的前鋒 那隊 那個是一零年的法國 很嚴重 又是差不多的情況 那零年法國是甚麼人 亨利、查斯古特 那個是2002年嗎 那個是2002年 即是分了唱出局的 是的 那是2002年 一球不入 撐到出局 那時亨利、查斯古特 三大聯賽的射手 是魏托特 三大聯賽的射手 是2002年嗎 2002年 三大聯賽的射手 但是一球也進不了 是的 他是第一個衛免冠軍 分了唱出局 分了唱出局 所以我有點擔心 阿根廷今屆都會重蹈一個覆轍 其實有一件事可能是類似的 2002年那時 為甚麼 那麼多個敬前鋒 就是亨利和查斯古特 嚇死你 為甚麼分了唱出局 那時其中一個關鍵 斯丹雙了 即是中場的keyman 雙了 為甚麼會跟這次阿根廷相似 阿根廷又是禁兩屆的世界盃 其實在說中場沒有一個keyman 2014年 其實沒有一個中場 可以控制得住對球 你又真的想不到 以前是馬當拿 然後是奧迪加 然後是基尾 今時今日的阿根廷是缺乏攻中 甚至有華朗 華朗其實也不是說打得特別好 打大賽 但是華朗的級數已經完全完勝了 有一段時間 一個叫艾馬 AIMAR 其實當年都不行 但奧迪加也不太厲害 但奧迪加也比現在一代歌寨公中好 現在阿根廷的中場線 如果說是靠創造力 是否真的靠迪馬尼亞 其實上屆也是 2014年的時候也是 因為迪馬尼亞上屆入到世界盃決賽 其實他靠後面 塞在後面的手 然後靠迪馬尼亞做突破 然後靠美斯一個酷球球 以及創造機會 其實美斯上屆 2014年的世界盃 是有點像西班牙 因尼斯達 我當時說他是 因尼斯達加沙維加美斯 這麼厲害 但是踢得很一般 雖然入了決賽 但我記得他很多場 都是小勝一球 就算面對著伊朗 都是一球 對 他因為中場沒有Keyman 他現在的隱憂 又繼續在 不過我會覺得 最大的隱憂始終是後防 例如阿根廷的龍門 我相信 沒有意外 就是曼聯的後備龍門 羅美路 然後其他後防的主力 是曼聯未必有一出的樂河 或者亦做勞組 奧達文迪 也不是金賓尼 那些傷了在曼城 也未必 也算是 這屆大屬大勇 奧達文迪 比較好 他剛剛轉用去大陸 踢的馬斯柴蘭奴 這半年的馬斯柴蘭奴 在中超 不知道會不會是天上人間 弄得不懂得踢球 或是腳軟 未必是金賓尼 在中超也好 所以反而我會提出一個 阿根廷當然是美斯 或者迪瑪利亞很重要 古道其實未必有得正算 雖然他的名字真的很大 其中一個我覺得是關鍵人物 一個比較密身的名字 就是打伊斯米蘭的碧基亞 碧基亞 這個年代打伊斯米蘭 是很密身的 小太 因為碧基亞其實已經100年多了 32歲 但是他無論在拉數年代 或者現在 阿斯米蘭買回來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是要一個中場的keyman 去保持著波 轉方向去控制節奏 其實阿根廷 他是欠一個這個位而有級數的人 他像誰 他像吉德特 其實不像吉德特 吉德特相對來說比較激 那碧基亞像誰 碧基亞其實 我講過比較差 有一點像卡維克的看法 卡維克的看法 又或者這麼說 我講一個阿根廷的經典中場 其實是一個超級弱法版的列丹道 哦 列丹道厲害很多 列丹道算是防中 其實碧基亞他的位都是寫防中 但是列丹道也是寫防中 但是列丹道其實他不是做防守 列丹道其實是 那個年代去計 其實是伊根萬城主帥 那個迪奧娜的位 他在中場去派牌 控制節奏 一個王馬一個巴塞 對 沒錯 剛剛那段時間 估計他的重要性都不會低 因為他的在外圍賽出場的次數 只會低於羅美奴 馬斯殘奴這些老大哥 講了那麼多阿根廷 或者做過阿根廷的總結 那首名出線應該如無意外 No 好 現在有意義 那我就不總結阿根廷了 好 我講一講 阿根廷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他們加上絕對不等於 沒有團隊 千萬不要被他的名氣騙到 尤其是現在在四王子組 看看其他三位對手 我認同MJ 他有一點點 他的陣容不能平衡 是不能平衡的 磨合是很差的 整個球隊加上 所以我講有機會挑戰首名的黑羅地亞 黑羅地亞 我開麥克風前 我又跟兩位主持說 我看好今屆黑羅地亞 是能入到八強的 至少能入到八強 黑羅地亞始終是藍斯蒂夫分裂 東歐那些藝術色彩比較濃厚 你覺得他整班人 我覺得 波衫挺漂亮的 波衫漂亮之外 他們的球員 看出來都有那種藝術的氣質 很高技術的一班人 其實我絕對同意MJ 另外一件事 黑羅地亞為何會這麼喜歡 看不看好 我都不太敢說 但我喜歡就是 他今屆是有個 我相信是僅次西班牙的黃金中場 摩迪 拉吉迪石 巴塞的中場和黃馬中場都在 在夾祖雲達斯的比利射 他跟阿根廷有個反差 阿根廷排面很厲害 但不得均衡 但黑羅地亞的中場 他名氣未必有阿根廷炸前鋒那麼大 但黑羅地亞的中場是很平衡的 即是他真的做球 或是控制整個球場的節奏 摩迪 有一些或是上手 Boss to Boss 即是攻守兼備的 所謂拉吉迪 但巴塞拿這個經常被人罵 但其實他有很大的作用 在國家隊有另一回事 對 還有另一個防中 就是打霍元天拿的巴迪職 巴迪職 我們真的少看 他是怎樣的球員 一個比較硬朗 總統硬朗 一個偏向防中的球員 硬朗是可以在中場 撐到球 然後還有曼聯也看中過的比列石 比列石 或者黃馬 摩迪的隊友 高華石 其實在2017年 2017年 國際米蘭 比列石 就打國際米蘭 剛才MG也提過 曼聯也看中他 很厲害 其實2017年 國際米蘭的阿根廷前鋒 阿伊卡迪 其實有很多球 其實很多球 都是他做出來 他做出來的 即是他經常落底 爆落底 或者技術落底 然後放個地方 卡迪就吃 即是MGA打那個位置 有好的創造性 即是輸送 要言言不絕 那前鋒那裏 他們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攻城拔債 前鋒他有一個 比較出名 其實文迪蘇傑 其實文迪蘇傑 並非一個很銳利的前鋒 但是文迪蘇傑 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很勤力 很勤力 其實他基本上 他是什麼位置都可以打的 他沒有什麼位置都可以打的 他沒有什麼位置都可以打的 對 都打得很不好 其實他剛剛過了2017年的時候 他是打左中場多過前鋒 因為他是看 就是 就希古欣 第一就是希古欣 第二就是 看中了他 那個防守能力 即是他一個前鋒 其實那個情況有點像 當時李麥破的故事 即是 或者現在費命盧 都是防守很強 即是願意犧牲自己 製造機會給隊友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頂級的 柱等式前鋒 因為他打回前 即是最前的位置 所以在附加賽的時候 入球都不是靠前鋒 都是摩迪入 但是就是前鋒 幫他做一個掩護 然後讓摩迪入球 成功得到決賽州的入場 段段有 用我們的說法 即是這隊的克羅迪亞 但就算是不計文力蘇傑 他另外兩個前鋒 其實都有他的能力 其實都可以順大 但是狀態可能比較差 例如卡拉馬力 他是打賀芬涵 但其實並不是高產前鋒 卡連力 其實之前全英超 甚至中超 有球隊賣他 他很有骨氣 他說我要踢球 又不要錢 但是他今屆轉AC米蘭 有沒有政選 有政選 但不停有政選 但不停被人拿 不停進不了 所以AC有一段時間 的錢積很低 但他的國家隊 效率是不錯 即是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可能這些球員 打國家隊 又變回另一個人 尤其是中場輸送這麼厲害 然後後防有 Vin的外長 外長 J師傅 但他去到國家隊 又是另一回事 其實真的 始終是一個團體的活動 足球 即是國家隊真的穩固 以前在三不頓都很穩固 始終是一個團體的活動 即是看一個領隊怎樣發揮 我們說了這麼多阿根廷 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大概兩秒 應該可以 你和冰島 先說冰島 先說冰島 我也想說冰島 MJ外隊 冰島我是很羨慕他們的一個國家 你說用移民的角度 還是用踢球的角度 兩個角度 其實他們很少人 三十多萬人 但是 比沙田 我到現在和大埔差不多 我到現在還很記得他們 我是看到哭的 他們那種 他們在球場 都不是很多人 但聲勢是一些都不會輸 就算是歐洲國家隊出局 好像輸4比0出局 但那些球迷一定都不會有什麼挑戰 都是支持他們到尾 贏了 小組出線 還有他們的維京思考 很出名 很影響到世界的球壇 雖然他們可能排面上 是弱過很多的對手 但他們那種鬥志踢出來的感覺 是震撼那種人心 但值得一提 冰島在今屆的世界盃外野賽 是贏過克羅地亞的主場 是他們同組 冰島的踢法是蠻技術型的球隊 他那種很有鬥志 很有衝擊力 那種踢法 看歐洲國家隊 大家很深刻印象 其實看歐洲國家隊看的冰島 最深刻印象就是 很懷冕到以前看的英國 英超的一隊足球隊 溫布頓 一有球就斬 然後涌啊涌啊 他們有一支絕技 我不知道這支絕技 叫做打架的球戰術 手榴彈 手榴彈 手榴彈之餘 他一次過有三個人去涌 第一個負責頂 然後頂去第二點或第三點 那兩個人已經做一步準備了 然後在第二、第三點準備好了 立即射門 立即做助攻出來 這一點在歐洲國家隊 是殺敗了很多球隊 但在世界盃還行不行 就不知道 但我相信冰島應該會被阿根廷說 黑羅地亞很大麻煩 即是他那種衝擊力踢法 阿根廷和黑羅地亞 後防都不是太好 很穩陣 那種很重要 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說你阿里亞 你阿里亞 有什麼要說你阿里亞 就是利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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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他們的實力也不是大家想中那麼低 例如有大牌球會的球星 而且是很年輕的 有阿仙奴的伊和比 有李斯特成的伊恩拿組 還有比較名氣大的 有菲歐足球先生的第四名 在車路士踢到現在在尼利亞 是通天老觀 叫做域塘摩西斯 還有以前車路士的米基爾 不過要注意就是尼利亞 往往到世界盃的32強的舞台 都是踢得很差 都傳過很多假球的消息 這隊尼利亞反而我想提醒聽眾 可能這輛是不同了 因為近年尼利亞是做足球改革 以前非洲很多球隊 特別是尼利亞 成立了點政工處沒有? 這個我先不提醒 這個我先不提醒 因為踢法比較有個性化 比較自我放任 球員喜歡怎樣踢 但其實近年 他是開始向一些紀律化 穩守突擊這種路向去做 其實會不會令到他整個踢法 就是整個踢法是有改變的 令到他戰績有沒有影響到呢 都可以值得去想一下 或者留意一下 還有現在這群非洲球員 以前只在非洲 可能是賣體力賣速度 現在這群非洲球員 如果看回大軍的名單 雖然未出爐 但出爐的話 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在歐洲 那裡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基本上是很熟悉歐洲那個戰術的體系 所以他們是踢回那種 即不是太像非洲球的那種戰術 其實跟這些歐洲球隊去踢 其實是不會輸蝕很多 所以其實他們絕對有機會 去重新起飛 因為已經沉默了那麼久 會不會是今年最有驚喜的 因為非洲球隊 歷來也代表我們有多驚喜 我會看過 不過說回尼亞利亞 在這裡做過小小的呼籲 如果可以馬會有頭注 我絕對會買第四名 即是小組 或者兩位主持都可以受我的 我其實很想受阿根廷出局 我覺得阿根廷不會出局 不過受不受我的利亞利亞第四名 都可以受的 因為這一組的得意在 就是四對球 其實一二三四 任你怎樣排 其實可能性都是有的 始終足夠是完的 都會有可能性 說得很廢 都是可以發生的 例如利亞剛才說有二賽贏過阿根廷 你說利亞贏克羅地亞贏冰島 是否那麼難 也不是那麼難 所以就變成很大的爭議 但始終如果用實力去論 或者論過去的往績 而利亞利亞一向在大舞台上的表現 始終我會看死這對球 好 受理一賠一 OK 沒問題 OK 好 那Jim 收咪再說 我們下集說這組 先把家契過來 下次見 拜拜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怎樣 已經沒那麼癢了 沒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 臉就差很多 臉就差很遠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不是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都有些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基本上都不是十分嚴重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要吃八顆 因為它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即是腸敏感 即是很容易肚窩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是呀 以前一喝到冬水 就會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現在都是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了 是否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了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原型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那些毛毛都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